我們以前是做外場秀嘛 神廟會 婚商喜慶 好的時候還是有做工地秀 大家玩大家樂 有種就會要卸神啊 還是什麼醜神就要拜拜 又健康就對了 陰性那位他們很喜歡看脫衣服的 瘦樓的話他一件一件就丟 對 到亂藏綱去做一場晚會 他們在那邊求名牌 有種的話要去卸 最好曾經有過一天上完 我常常跟那位歌手講 我們三個加起來 玩樂器加起來年齡150以上 我最年輕的 出山就跟他們結演了 一開始在林富榮他家裡的庭院團練 我們是無私自通的 先講我們不是科班 我們是完全自己摸索出來的 吉他彈了差不多三四年 後來就有組成了小型的剛樂隊 我們團員都好像兄弟一樣啊 我開五金行那一年 剛好碰上8月15號中秋嘛 那中秋晚會一定要有夜團 當時我們是以夜光為起名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是兩步牛車拼起來 讓觀眾上去客串 我們幫他伴奏 後來就一直接廟會工地秀 婚禮 廟會這差不多應該經過十年的時光 闖吃名號了 當時又剩下那個禮煥廚 銷售一定要表演 我們號稱為工地秀 而且當時的業隊又沒有那麼多 所以說一定要請我們這些夜團去表演 一個月三十幾場沒有問題 全部都是Open秀 人在路口當衛兵 警察一到的話 我們就開始演奏那個愛國歌曲 就大家樂啦 工地秀啦 廟會啦 就一窩蜂就上來了 最好曾經有過一天上彎 後來我們做了快二十幾年三十幾年 卡拉OK出來了 把我們這些現場的夜團把它打下去了 沒有場作的話 我們都到變成酒家的 拿卡西老師 體會比較深的就是酒店的生活 這個慈悲心的建議 就是從我們當時在酒家上班 我只有看到一個清楚就是善甘惡 還有人生的那種醜態 偷偷偷偷偷我也做了三十年了 才自認為我已經步入老年了 是應該要休息的 當時的話我就以一個大的志願說 既然我們世界圓滿了 那就要回家裡的地方 來做一個公益的夜團 我做二十年了 還是印度阿虛肝二十年 他們的身體狀況出現問題了 以前說你們已經做什麼學什麼 你們可以再重拾 我們以前一開始就接上線了 剛中鋒以後那個 好幾年都沒有 他有Case的話 他會叫我們 集合起來團練 再重新開始 五十歲我就向夜團這邊宣布說 我休息了 腦部有開刀 有 你在經歷那個手術之後 你對人生的想法會轉變很多嗎 直接的一種信念就是告訴我 有做善事 給安養宴還是什麼 比較弱勢的 帶動他們的身體活動 有我們的歌手機會 拉著他們的手 在那邊甩走 那長輩的話 他會把他揶他手 把他揶一下 他說 他就一直在那邊說 你是怎麼來唱歌 讓我們聽 這樣的付出 總結的時候 精神就會非常滿足 一百場裡面有九十八場通通 義務演出 還要自己開車去 頂著我還要自己付 你看人生要遇到知音五十年 那個情還是不善 又能在我們退休之年大家 又可以拉在一起 來共行善事 又寫下了一個 很難得的一些建立 叫你來共行善事 感谢观看